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雖然台北股市在上個禮拜五 跌了將近200點 不過下午開盤的歐洲股市 包括德國 法國跌幅都將近5% 都在4點多% 所以歐洲當然實際離戰區最接近 德國 法國 所以在這次的歐洲 在烏二狀況持續吃緊的情況之下 歐股在上禮拜五的重挫 當然也拖累了晚上開盤的美股 也出現了回檔 但回檔幅度 好像沒有台北股市那麼深 為什麼今天雅股一開盤又繼續跌 因為就今天 今天在雅股開盤之前 歐美國家可能對俄羅斯的石油 可能限制進口或者是禁運 油價就開始飆了 北海布蘭特原油盤中漲了139塊了 上禮拜大概在110億吧 所以漲幅相當的驚人 所以包括了原物料 包括因為你看 俄羅斯就是一個原物料的大國對不對 烏克蘭又是小麥出口大國 農產品出口大國 俄羅斯也是小麥出口大國 所以農產品出口大國和金屬出產大國 甚至石油天然氣這些大國 生產大國兩個國家開始開戰 那怎麼會不影響到所謂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原物料行情 所以包括石油天然氣 包括貴金屬 持續的往上飆漲 那也因為這樣子 雅股今天早上就開低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電子盤 我們開盤的時候 大概跌了快400點 雖然今天跌幅有收斂 台北股是跌幅倒沒有收斂 因為今天最多跌了600點 剛好是一個整數 那收盤還跌了557點 雅股大部分都還收腳 收了可能一趴的下影線 台北股是沒收什麼下影線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融資增加太快了 其實我在上禮拜四的晚上 禮拜五 禮拜四 各位你有沒有看大事一話 禮拜四的晚上 我說融資增加太快了 融資增加太快 建議短線操作不要見長追價 見長追漲 看得好強 我們這樣說吧 禮拜四 這禮拜五拿給各位看的圖 當時我的意思是這樣 大盤從低點反彈上來1.7%而已 融資增加了5%多 所以當時我就跟各位說 融資增加太快 你看這一段 增加100多億 對不對 從2564億增加2700多億 這是禮拜四 禮拜五更麻煩 你看大盤以回檔來算就還好 大盤回了3點多% 融資減了4點多% 這樣子還可以 對不對 但是短線增加太快 融資需要整理 當時我記得禮拜五 在節目裡面說 融資最好減個3541 因為大盤跌了快200點 融資按理說散戶應該會害怕 結果沒辦法 昨天晚上我大事業化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看了資料 融資不減反增 還增加20幾億 這個融資戶怎麼這麼有信心 你可能沒有看到我們的大事業化 那為什麼今天台股跌那麼深 因為融資增加太多了 對不對 禮拜四說資增過快 禮拜五說資增得更快 意思是這樣子 你看 因為大盤回檔了 所以大盤從低檔上來 漲0.59%而已 融資卻增加了6.79% 這個有點麻煩有沒有 只是從這裡增加到這裡 上禮拜五融資還增加 如果從大盤回檔來算了 大盤回了4.7% 融資減少距離高點 減了3.69% 不管從下面看或從上面看 融資增加都太快了 各位 你真的要買股票 拜託你不要用融資 因為融資就洩底 大戶一看 融資增加散戶進來 不是我買的 不是你買的 散戶買了 散戶買了就不要拉了 如果你是大戶會不會這樣 你看到這檔股票跌融資大增 如果你是大戶你會把它拉起來嗎 不會吧 因為拉起來這些融資會出給你 是不是 那拉起來你要出給誰 將來出給融資來追高了嗎 不會啊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們比較喜歡低階 所以禮拜五跌 我最擔心的是跌融資大增 如果融資停水就沒事 融資在禮拜五大盤下跌 快200點的時候 融資還大增 那可麻煩了 所以今天為什麼台北股市 跌得比亞洲股市還要升 為什麼 因為融資增加太快了 大家太有信心了 當然我很希望 今天最少減個50億 減個50億都還不太夠 因為最近融資這樣太快了 你這樣看 你這樣看 從這個低點增加到 上個禮拜五 2738億 已經增加多少 增加了174億了 對不對 好 融資增加170億 從這裡到這裡 到禮拜五 融資增加170億 今天不是一根長黑嗎 今天變成這樣 從這裡到這裡 指數漲一點點 對不對 融資增加了170幾億 今天這樣一根 那這一段買的融資 不全部套牢了嗎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拜託你不要融資買 真的要低借股票 你也不要用融資 因為融資大幅一看就知道 不是你不是我 那就是散戶 那散戶大家想好 散戶 大幅就不會拉起來給你解套了 他會等自然落底 散戶自己多殺 多把融資砍掉之後 大幅再來減就好了 再逢低減就好了 你融資這麼多的話 大幅不拉的 對不對 所以我在大世界話說什麼 來 短線資增過快 避開法人調節的個股 你看 我每天在大世界話 不是都有PO表格嗎 我一直跟各位說 跟各位分享 法人 包括外資 他們的操作 操盤手的操作是什麼 留強 氣弱 買強 不買弱 追 你最不喜歡聽了 就叫做追高殺低 你看看 12天外投本比 買超的前15名 每一檔都是上漲的 對不對 賣超的前15名 只有兩檔上漲 其他都在跌 平均跌5.8% 法人買的 集中買超的 平均漲11.85% 漲11.85%很多 15檔全部都是漲的 那是昨天的12 對不對 昨天的資料 對 這天的資料 它跟12天比 12天在這 12天前在這裡 大盤這12天 以昨天的收盤來算 漲還是跌 跌了對不對 大盤是回檔的 以上禮拜五的收盤來講 是回檔的 但是 外資加投信買的 全部都漲 還平均漲11% 那不是要跟他做嗎 對不對 來 12天投信買的也是一樣 錢 投信買的前15名 平均上9%多 只有兩檔是跌的 其他都漲 對不對 那賣的 只有兩檔 一檔漲的 一檔平盤 就跟12天前收盤一樣 其他都在跌 所以我的意思是 意思是什麼 你避開這邊的 去買這邊的拉回 這邊強不強 很強 大盤這12天是跌的 反而買的都漲 是不是 那趁著大盤回來 國際盤拉回 那要買的標的 是這邊的標的 不是這裡的標的 這裡的標是 你封塔盤你要賣的 對不對 既然法人可以賣 表示他手上還有持股 如果沒有持股 就沒得賣了對不對 表示這些股票 之前也是法人認養的 法人有的 然後轉做他來賣 所以這些股票 右邊的股票 法人賣超的股票 是你要避開 或者你要賣的 你要買的股票在左邊 賣的股票在右邊 不要老師搞錯 老師這裡漲多了 這裡跌比較多 去買這裡的 搞錯了 這裡跌升的不能買 這裡跌升就可以買了 法人認養的股票 拉回來找買點 法人賣的股票反彈找賣點 這樣懂了嗎 這是我大事業化的資料 每天都跟各位分享 所以你經常看到 左邊法人集中買超 都好強 平均都是漲的 右邊法人賣超的 平均都是跌的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跟我說的一樣 法人就是買強氣弱 留強氣弱 他即使這張股票 本來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買到最後不強 不強他也是賣 裝飾斷丸 只是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可能會說老師 那法人的錢又不是他的 所以他砍不會痛 我自己的錢我砍會痛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法人的操作績效 會比較好 因為他排除了什麼 排除了人性的弱點 如果你有人性的弱點 操作不順利的話 很簡單 我一再強調 系統帶回去 這些資料是不是每天 都在大事業化跟大家分享 所以 來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專業 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好朋友 你要怎麼看到大事業化 很簡單 你加入抽碼大事的LINE AT 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們丟了圖表 像這兩天的圖 其實我在大事業化都有PO 對不對 還有一分鐘的血糖 還有我們的節目 當然今天19大類股裡面 只有一個族群是上漲的 哪一個 鋼鐵 因為年價狂飆 只是我蠻好奇的 這個禮拜經濟日報的比賽 我比了三檔鋼鐵股 但是兩大報 八位老師比賽 沒有人比鋼鐵股 讓我覺得蠻訝異的 可能大家覺得鋼鐵漲多了吧 其實事實上 為什麼比鋼鐵有訊號 很多電子股沒有訊號 所以為什麼各位 你應該記得 在最近這兩個禮拜的節目裡面 我們提的是什麼 解封概念股 航空股 貨櫃三雄 對不對 還有飯店的 旅遊的 還有什麼 鋼鐵的 為什麼我們掌握得到這些標的 因為系統出現訊號 老師電子有沒有出現訊號 電子出現的訊號真的很少 因為資金就那麼一套 然後傳產吸掉不少 所以電子的成交比重變低了 電子成交比重變低 它就不會電子 所有的次族群都一起大漲 它可能剩下某幾個 特定的族群它才會動 因為資金就那麼一套 非電子 非電子族群雖然多 類股比較多 對不對 電子股是一類 對不對 但是非電子好多類 有鋼鐵 有塑化 有航運 對不對 但是任何一個類股 非電子類股 只要資金進去它就漲爆了 還記得去年的五六月份 貨櫃 貨櫃三雄 航運股和鋼鐵股很強對不對 這些在去年七八月 建了高點回來整理 很多都整理超過大半年了 這些股票轉強了 我也在節目裡面 第一時間分享 所以我不是先知 那我的做法是 他出現訊號 我第一時間告訴你 楊明不是嗎 新出版本第一天 二月七號就出現訊號 對不對 一路往上走 到了上禮拜 上禮拜五最猛 我每天都有追蹤對不對 每天追蹤 每天追蹤 到了上禮拜五 竟然盤中漲停板 創新高 對不對 這一趟從108 那天收盤是108 新出版本那天 看了系統買 你可能不用買到108 這一趟又30塊了 是不是30塊了 老師今天這樣怎麼辦 很簡單 請問一下他平常訊號 出來沒有 沒有就續報 我們沒有辦法賣最高點 只要平常訊號沒有出來 2609 續報 那2603 也沒事 也沒平常訊號 那就續報 所以要成為贏家 你一定要有方法 你看到法人 他不是買強氣弱嗎 航運股法人是不是拼命買 對啊 我記得上個禮拜 有拿資料給各位看 投信 外資 拼命買才能海運 老師他今天他不是套牢了嗎 這種就是 來 法人大買的股票拉回來 就是這種 就是我跟各位提到 籌碼表格的左邊 籌碼表格的左邊 是法人重壓比重最高的個股 那這些股票 剛好趁這兩天大盤拉回 買這種股票 你要賣是右邊的 買是左邊的 所以真的很多好朋友在問 老師 我這個6天 12天看不太懂要怎麼用 一天的我們知道了 一天的要吃法人豆腐對不對 那6天12天 6天12天看一個法人持股的趨勢 所以剛才給各位比較詳細的看 你看表格的左邊 你再比較一下表格的右邊 你應該就更清楚 法人的操作邏輯 所以長榮 陽明 貨櫃山 貨櫃在啊 對不對 不用出啊 好 來 鋼鐵股 中鴻 是不是 這新春紅盤的隔天 2月7號的紅盤 2月8號中鴻都轉強了 對 新春紅盤的第二天 所以按照系統這裡賣這裡買 這裡賣這裡買 其實價差你套到60幾塊都解套了 對不對 你看 中鴻雖然沒有很飆 上去 回來 上去 回來 上去 也許會回來啦 可是它是不是 緩步往上墊高 N字型的走勢 那有沒有平常訊號 沒有 低點越來越高 你看到大盤啊 比較一下嘛 比較一下 來 對不對 大盤是高點越來越低喔 是不是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嘛 中鴻咧 各位 陽明海運啊 中鴻咧 是不是地點越來越高 它之前的趨勢是大盤在漲的時候 它趨勢往下 當時的航運鋼鐵在七八月 去年八月份 哇 八九月跌得好慘 對不對 大盤沒什麼大跌 它們在大跌 所以你要知道 個股和大盤多空的趨勢 那個股的多空趨勢最簡單的 看了系統做就好了 對不對 像剛才有跟各位解讀 因為有人在問 老師 那電子沒有機會了嗎 電子有沒有強制股 有啊 3035 說一下 你現在又上來了 對不對 這種就是法人大買 這段時間法人也大買 就是法人大買 強制股拉回 就去買這種的 對不對 就是去買這種電子股的話 一樣啦 一樣啦 就算買這種的啦 衝上去 強制股拉回 法人高持股拉回來 你可能買的比法人還便宜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好辦法 我的辦法很簡單 我的辦法就是看著籌碼去做 量價籌碼 所以你看的籌碼可能跟我看的不一樣 你看的量價可能跟我更不一樣 因為我們用最客觀的方式 去打分數 所以我們才會找到什麼 飯店股啊 旅遊股啊 對不對 來 從2月17號 當時偏能追蹤的鳳凰對不對 今天鳳凰跌了啦 我們還做了一趟價差 我也說在上禮拜四我們又賣了一半 這裡賣了一半66塊 66塊附近 65.8塊附近賣掉 隔天59塊半買回來 差6塊錢超過 差6塊錢超過將近10% 買了隔兩天它又漲停 那天我們又出了一半 今天又拉回來我們成本之下了 我只是考慮要不把那一半買回來而已 其他的我們的資深在這裡 還沒到 資深在這邊 在這裡 還沒到 所以操作也不難 對不對 我說上個禮拜 強勢股你要做加差 要趁吉拉的時候賣 不是趁現在殺下來去賣 現在殺下來是強勢股你要早買點 吉拉上禮拜是那天不是漲停嗎 我們是沒有賣到漲停 吉拉那天我們賣了一半 今天 未來我看看籌碼 如果反而還在照顧的話 拉回來又有價差 我就再買回來 那一半再買回來 我們還有一半 對不對 那如果他後來平昌羞化出來 平昌羞化出來我們就走人 對不對 像2618 抱歉 上禮拜三沒有出來 今天出來了 今天出來要不要走人 走 對不對 那你買來這裡 這裡賣掉會不會賺錢 還是賺錢 只是老師這樣就沒有辦法賣到最高 對啦 你如果這裡看著我們進去買 你可能小賺一點點都賣光光了 對不對 所以在市場上 我個人的判斷 我個人的看法是 其實沒有什麼百分之百的做法 我的做法也是 老師你會不會出現錯誤 當然也是會有 對 沒有百分之百對的方法 但是你只要對的時候能賺一段 錯的時候賠少一點 你這樣就一定是贏家了 你一定是可以穩定的累積財富 但是為什麼你累積不起來呢 就是你對的時候賺太少 錯的時候賠太多 我講對不對 你也一定賺過錢 你也一定買到對的股票 你也曾經買到過標股 只是你可能標股你賺了10% 了不起賺20% 搞不好有的賺5%就跑了 結果漲了50% 45%沒賺到 很惡玩 所以經常是這樣 能賺5成的只賺了5% 那賠5%10%能停損 你賠了50%還在手上 你這樣怎麼會贏呢 不是嗎 所以要成為贏家 要跟我們一樣 對的你要賺一段 不對的小小賠就好了 我們系統都有幫各位 稍微停損停利線對不對 都有停損停利的 其實對的續報 不對的散人 你就可以成為贏家了 如果各位你沒有辦法準時 2點收看節目的話 來 你當然一定要訂閱 訂閱籌碼到是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放開它 附老闆 這是經驗 你想明媒正娶的 把那個寡婦領親 我們沈家 絕對不行 你們要不讓我娶她 我就終生不娶 那你是要我們沈家絕後是不是 你不讓我娶親 那只能絕後了 來人 拿家法來 五周生意維他命EC口含定 那年花開越正元 我60歲以後 常常煮菜 不知道有沒有加鹽巴 有時候瓦斯也沒有關 甚至時間到了 我也沒去接我孫子放學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去吃銀杏 後來我在電視上 看到醫生推薦了白蘭式一家 我就去買蘭 吃了一個多月了 現在思考活絡清晰 我覺得真的非常地棒 其實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是很精明的 但是我發現我退休以後 我思考力就不像從前了 經常會找不到手機 錢包 辣都辣細的 但是自從我買了醫生推薦的 白蘭式一家給他以後 一個月下來真的有差 思考反應都變得很順暢 心情也很開朗 現在生活有條理 不焦慮 也不用讓女兒擔心了 白蘭式一家生態精華訂 現在訂購五天份體驗價 只要299元 快撥打0800-864-080 泳城國際投顧 比值承信 專業 客戶至少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硬軟體設備 使用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經濟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領域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領域投資的 不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才會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顧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他們覺得我是老扣扣 他們覺得我會暈暈的 沒有 這裡洋洋 那邊通通 都交給你的好朋友 萬印白花油 輕輕一抹微笑 萬印白花油 掌握市場先機 中視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 籌碼大師林中興 股心態中視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一集能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跌得比 其他亞洲股材要深呢 為什麼沒有拉下影線呢 就像我剛才在節目裡面說的 因為禮拜四禮拜五 融資實在是增加太多了 閃戶這麼有信心 不把你殺一殺 籌碼怎麼會乾淨呢 所以拜託各位 買股票不要再用融資買了 你用融資買 大戶一看就知道了 那對的標題在哪裡 剛才有跟各位分享 其實鋼鐵是最近 尤其是今天盤面上唯一 十九大類股裡面唯一上漲 大盤今天跌了五百多點 鋼鐵股 來 新鋼 我們的新鋼哪一天這裡 這裡有說當時跟會員一對一 新鋼底部爆大量 這平台整理洗完了對不對 2月25號第一根 應該是第二根了 來 新鋼是不是每天都在追蹤 是不是 來 這天看起來不行對不對 你都不相信新鋼 我們這禮拜還拿來經濟日報比賽 還好是長這麼多 那天上影線那麼長 這個檔比賽還行嗎 真的行嗎 怎麼不行 現在漲停板鎖起來了 有沒有 漲停板鎖起來 所以你看這個長上影線 不是據說是上檔邁壓很重嗎 連續三個上影線 應該要掛了吧 今天不是漲停了嗎 所以不要那麼會 你不要那麼厲害 不要這麼會 因為這些我都幫各位考慮了 對不對 上影線是不是過了 對不對 智聯 來 這檔也是我們比的 這禮拜參賽的 他也漲停收盤 還有什麼第一桶 第一桶也是個禮拜參賽的 盤中也急 所以你看 這裡的量就比這裡大了 對不對 那會不會繼續創高 老師漲價題材已經不敢買了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說 你不要去買我們的表格裡面 右邊的股票 那是反賣超的股票 你要買左邊的股票 左邊股票不一定要追 等它回 來了 你不要總是看到好消息才進場 對不對 看了壞消息才要出場 今天壞消息很多 你看到壞消息才出場 你可能賣到低一點 有沒有想過 消息總會有人先知道 對不對 所以籌碼才是永遠的什麼 領先指標 各位 你不用懂財務報表 不用算籌碼比重 你也不用學會技術分析了 簡單又能賺錢的法包是什麼 致富贏家操盤系統 跟著我們做 你看剛年股市一檔一檔都上來了 我們一定跟著籌碼 一定可以領先全市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立即撥打資金上線 成為致富贏家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